大家好,我是阿列 今天來到大久保站吃拉麵 那有什麼拉麵這麼吸引我想去試呢? 就是這間麵屋油 因為我就想去吃美增拉麵 上網一找就看到這間店就在推薦名單裡面 而且Tabellok的評分是3.68分 所以就想去試一下 先說一下這間店怎麼去 就在大久保站南口出去轉右 之後就會看到這間Family Mart 然後再轉右 然後就直走 走兩個街口 然後就轉左 那這次雖然我就在大久保站那裡走過去 但如果大家想用生手線 是可以在生手線搭過去新大久保站 之後再走過去也可以 走到這裏呢 已經是第二了街口 那就轉左 轉左進來呢 左和右都會有一間書局 如果你看到書局的話 就代表你走對了 這條路都是一直直走的 就一直直走 走到你看到右邊那個藍色牌 但是新宿國際交流學院的話 你便到的 因為這間面屋遊 就在這間國際交流學院對面 這間店舖也有給日本媒體 Lamen Walker 報導過 而這間店舖也是Try Lamen的得獎店舖 先說一下這間店舖的營業時間 這間店舖是星期日休息的 平日開的時間 都不算特別長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試的話 就要留意我時間了 這間店舖可能會隨時休息的 大家去之前 就可以上他們的Twitter 看看 這裏呢 就是這間店舖 裡面的Menu 它就說人氣第一的 就是最上行的中間那個雲吞麵 而最上行的右邊 Miso Soba 味噌拉麵 就是這間店舖的推薦 這次因為我想吃味噌拉麵 所以我就選了Miso Soba 就是什麼都沒有加 這間店舖 都有一些每日限定的Menu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一下 我本麵就來了 大家可以看看樣子 有叉燒 這些叉燒都很像我們港式燒臘的叉燒 有紫菜 也會有筍 麵就是配幼麵 看看湯 湯裡面都比較多這些香料 例如有乾蔥和蔥 看看麵 這個也是 幼身和直的麵 如果覺得一個麵不夠 可以再加麵 100日圓 麵就不能讓你選擇 是有什麼硬度 煮麵時間是50秒 如果你點了 煎麵的話 加麵的時候 就不會給你一個冷的麵 而是會給你一個熱的麵 再看看叉燒 叉燒也不薄 提供給客人之前 廚師就會用火槍 在叉燒表面辣多辣 才會再提供給客人 這碗麵我吃完了 湯也喝了 我就沒有加麵 為什麼呢 對於由湯開始講起 雖然說我是叫了味噌拉麵 湯也會以味噌的味道為主 但是這個湯有別於一般的味噌拉麵 因為它的湯 傷勢地沒有那麼油 而且味道 也沒有那麼軟 所以配一些 吸湯能力比較好的油麵 就剛剛好 另外它用的香味油 是蔥油 會有乾蔥和蔥 所以吃麵的時候 是會完全感受到蔥油的味道 而且乾蔥的味道 相對地是比較突出一點 就會令到湯的味道 會有更多層次 也是因為這個乾蔥 我個人是一般的 所以 沒有加麵 這塊叉燒呢 雖然看起來比較像我們港式那種的叉燒 但是它完全是 都是像日本那種叉燒的味道 都是以肉味為主 但是它會用火槍彈 表面就為了一股焦香 這塊叉燒 看起來也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這塊叉燒 是有照顧的 但又不會硬的 這碗麵我覺得整體上 味道也是好的 而且完成度也是十分之高 因為在湯和麵的配合 店主真的有想過怎樣去配合 而這一碗拉麵 就有別於一般的味噌拉麵 用一個 右面再去配一個 沒那麼濃的味噌湯 就可以令客人 對於味噌拉麵這件事 有一個新的體驗 所以如果想買一個 沒那麼濃的味噌拉麵的話 可以來這一間試一下 今集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這間店鋪的資料 我會在info box那裡貼出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對這條影片內容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對這條影片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也會製作更多影片 去分享日本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